陳水扁今天第二天的開庭 那麼今天上午是準時的出現 穿著西裝上的手銬 而現在是中午午休休停的時間 不過今天上午看到北索還特別有聲明 陳水扁早上是有吃早餐的狀況還可以 只是法院外面一早就有停扁 嗆扁零星星星的口角不斷在發聲 由於昨天發生有旁聽的人 嗆檢察官的這樣的插曲 所以今天特徵組的三名檢察官 刻意避開走其他的大門 到法院去開庭 上午8點40分陳水扁從北索 介護到北院開庭 他一樣西裝筆挺雙手戴著手銬 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而在台北地院外頭早有停扁 嗆扁民眾聚集 零星口角不斷 拿拐杖的老先生鬧場 立刻被警方驅離 而在馬對面還有停扁 嗆扁的民眾拿標語抗議 在北檢外頭上百名的警力加強戒備 用封鎖線將雙方人馬給分開 避免衝突 而在同一時間特徵組立庭的三名檢察官 林哲慧 周世瑜和李海龍也驅車到北院 他們刻意逼開嗆瞎民眾 沒有走北院北檢大門 由於前一天在第七法庭內 發生旁聽民眾嗆檢察官的插曲 今天把警比對旁聽民眾的身份證件 也更加謹慎 中天新聞台北綜合報導